它这个版本是2019年8月份的版本 目前最新版好像是1.90 我还没有更新 右上角的帧数是我手动调出来的 可以隐藏 它这个界面是PS3的界面 支持手柄 手柄就用上下左右键 这里边有很多设置 上下左右选 游戏它会自动识别 屏幕的左上角可以看到 当前模拟器的名称 这是CPS1 就是J82 三国志 名将 是这种模拟器 这是CPS2 Nelgeo 这是PCE CD 这是PCE 最后一个是SFC超任 这个超任还是比较多的 玩一个试试 玩一个红豆螺 PS手柄 这个X是进入这个圈是后退 右左下上AB 怎么返回主菜单 我第一次在用的时候 直接按手柄上的PS键就可以回去 但是后来让我给设置乱了 不能用了 这个键位是可以设置的 我现在设置的是 R1加R1 按下再按方块 就能回去了 这是怎么设置的 是在这 主菜单 主菜单 第二个是设置 设置里面有一个输入 然后进入这个菜单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叫 在这 游戏控制器菜单切出组合 我现在用的是第一个 按下 R1加R1加Y 也可以选其他的方式 这是一个要说明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滤镜 也是在设置里 有一个显示帧数 显示帧数去掉 这个菜单有个视频 视频里面 现在是分辨率 1920×1080 然后这些都是默认 最后一个是滤镜 滤镜有很多滤镜 我现在用的是二乘B2 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个更好一些 各位可以自己去亲自试一下 看看哪个更好 我感觉这个还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全屏的设置 在视频 这有一个使用全屏模式 可以切换成窗口 或者全屏 然后这个最好也勾选 无边框窗口全屏模式 下面说一下键位 默认是设置好的 如果改错了 可以重新设置 在设置里有一个输入 输入里面有一个叫 用户1 绑定 手柄 它可以识别出手柄 手柄的名称 然后选择这个 绑定全部 然后就可以逐个按键绑定 这是绑定全部 还可以单独修改 这是关于手柄的设置 如果不习惯这种设置 还可以回到windows下设置 是在第一组主菜单里面 这一项 英文的 显示桌面菜单 它会切回windows窗口 选择view菜单 然后选择设置 在这可以手动设置 下面再玩几个游戏 左下角有手柄的名字 选择键是投币 就是PS4手柄的share键 画试听 好吧 是的 轻斩 轻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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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儿 等以后有时间再和大家分享游戏实玩 拜拜